哈囉,大家好,我是Branda 哈囉,大家好,我是極簡維尼 OK,今天我們要來分享一個主題 叫做 邁上極簡生活家的五個練習 Do more, own less 這是我們的slogan Do more 那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極簡主義者就是東西很少 然後呢,少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是一個負面的事情 為什麼少不好啊? 就是因為我們從小到大 就是不管是父母或是老師啊,社會 都會要求我們 就是去追求更多更好的東西 更多薪水 更多薪水 然後更好的房子,更大的房子 然後更多的物品 然後更奢華的物品 那這好像已經變成了 我們從小到大就是要去追求的東西 那當然你就會很容易覺得說 那當然少就是不好的事情啊 但是東西越多越好啊 東西越多要代表說 我可能有 越有能力 嗯,越有能力 可以獲得這些物品 很厲害 所以必須要努力的去達到更多的物品 那這樣我可能就是一個 所謂成功或是快樂的人 那這基本上就是我們從小到大就是 社會帶給我們的價值觀 所以我們會覺得說 少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所以我不會想要去追求這種 極簡的生活 應該不會說不好的事情 那就是說好像擁有很少的 感覺好像很弱 然後就是沒能力 所以說才會物品那麼少 嗯 或者是很貧窮啊 因為沒錢啊 所以物品才那麼少 但是其實大家一些也知道啊 物品少 這不是代表你沒窮沒能力嗎? 物品少其實是很有能力 厲害的人才有辦法到物品很少啊 一般人沒辦法啊 這就是為什麼 少數人可以指 可以變成極簡主義症 很多數人都沒辦法的 沒有很強的人 沒有很強的意志力跟頭腦跟精神力 怎麼辦法達到呢? 因為就是 基本上所有的物品它都是有價值的 所以 所以以一包衛生紙來講 雖然它只有15塊 但它還是有價值的啊 它有它的功能 跟有它的用途 所以如果 我擁有一包衛生紙 跟我擁有28衛生紙 那28衛生紙的價值 當然是高很多啊 所以我當然是擁有28衛生紙 對我來講 一定是更好的事情 因為28衛生紙 比一包衛生紙的價值 要來的高很多 所以還有很多人會想說 那我要擁有很多東西 因為那些東西是有價值的 可是這些東西呢 是不是對於我來講 是適合的 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 可是很多人會混淆 15包衛生紙不會有 是不是 沒問題 會啊 如果我是一個 就是數位遊牧民族好了 我不需要帶15包衛生紙 背在我的背包裡面 然後到處走吧 對我來講 反而是個負擔 但15包衛生紙 反而是不適合我的 所以就是每個人追求的 理想生活是不一樣的 所以 並不是從物品本身的價值去看 而是那個物品對於跟我之間的價值 去思考 應該說每個人對於 每個人的價值感受是不同的啦 其實客觀來說 15包衛生紙 確實比一包衛生紙的價值好高 對 但是 對一個人來說 他同時持有這15包 跟同時持有一包 不過這時間點上面的話 可能那個價值就會不一樣了 時間點 就是一個時間點 我們只需要一包衛生紙嘛 我們就只會用一包 不過同時 這包用完了之後 我才會去買第二包嘛 對對對 所以以時間軸上面來說的話 即使每個人一生都需要用到 150包衛生紙 但是我們一次只會用一包 在一個時間點上 嗯 不過這還蠻理題的 去看這衣服也是啊 你看就是 我可能我的衣櫃裡面 有150件的 漂亮的洋裝好了 那邊150件 每一件至少1000塊的話 那這樣是多少價值的物品 在我的衣櫃裡面 那當然我斷水就會很困難啊 對 但是假如說 如果裡面其中一件衣服拿起來 穿起來很好看 OK那這件衣服當然很適合留下來 因為它穿起來 我穿起來是好看的 而且在有一些場合上來講 是非常適合的 但是如果有一件衣服 它也是1000塊 2000塊 1萬塊 穿到我身上不適合 那就算它再貴 那它也不是一個適合我的產品 那為什麼我會那麼難以去斷食禮它呢 對所以因為 就像你剛剛提到 那一開始 就是社會或是家人會告訴我們說 嗯 多是好的 那是因為我們只是在判斷一個事物的價值的時候 以單純它的可能金錢的價值去衡量 但是除了金錢之外 你還有很多的時間成本 嗯 或者是嗯 興趣合適度的問題 嗯 其實並不是只單一用金錢 就辦法去衡量的 嗯 所以泰述期間是一件 漫長的旅程 因為你要思考的東西非常多 那你不能只是單純的去思考說 這件衣服它的價值 金錢的價值 你還要去思考說 這件衣服到底是不是適合你 萬一說他穿在你身上就是不好看的話 那你是不是要去想一些其他的問題 那你的形象是不是就被扣分了 那這樣的話是不是架子就被打折了 再來又有就是 欸你要儲藏這件衣服的一個儲藏成本 所以又有空間的成本 再如果你說要處理掉 又會有運輸成本 或是一些處理成本 所以這些其實都是成本 都是成本 並不是只有金錢 你保留在金錢 但是你也是失去了很多成本 所以這樣去加總起來 它其實還是不划算 所以這是同時要去思考 你既然要去討論價值的話 那就要所有的成本 所有的面向都必須要去考慮得到 而不是只是單純它的售價 這個物品的售價 這個價值而已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第一個練習 麥炭極減生活價的第一個練習 就是你必須要去檢視 你擁有的所有的物品 而且你必須要去一一的去思考 這個物品真正帶給你的價值是什麼 除了本身那個物品的價值之外 你有很多問題 其實你是必須要去思考的 那這就是你的第一個練習 去檢視你擁有的所有的物品 並且有辦法去說服自己說 你擁有那件物品的原因是什麼 你是不是可以好好的善待它 然後好好的使用它 發揮它真正的價值 那這就是你的第一個功課 對就是擁有一個物品的時候 它會有有點會有缺點嗎 它買它是很高價值的 就是它是買 但是你要維護要洗它 你必須要送洗 這也是成本 所以每一個物品它都會有相對應的成本 你要去做評估 在檢視所有物品的時候呢 還可以就是去多去思考一件事就是 這個物品是不是有替代的解決方案 替代的解決方案 對 就例如說之前我們在那個 Jerry思維實講的時候呢 有一個朋友有一個觀眾呢 他有問了一個這樣子的問題 他一直覺得說就是 他的東西已經整理的很多次了 可是他還是覺得不舒服 他還是覺得很噁噪 為什麼呢 那他舉例說 就像是他可能又有三把剪刀 那 第一個可能是要剪 包裹 包裹的 然後可能是要剪什麼 其他有的沒的就對了 那反正他會有三把剪刀 但是因為他是要因應三種不同的用途所需 可是他就會覺得說就是 用三把剪刀就是 那他覺得很困擾 很懊惱的這樣子 所以說 在我們在檢視我們所有物品的時候 還可以去思考一下說 那是不是有替代的解決方案 除了持有這把剪刀 來去解決某個特定的用途之外 特定的目標之外 是不是有其他的方式解決替代方案 也可以達到一樣的目標 這可以訓練就是 就是腦力思考跟獨立思考能力 沒有錯 那可以想得到嗎 以包裹來講好了 就是你可能會需要用到剪刀 甚至你會需要用到膠水 可是包裹這個東西 我要寄包裹 或是我要拆包裹 我會很常面對這件事情嗎 我會很常需要去寄包裹嗎 如果我不是拍賣的賣家的話 我一年到頭來 我會很常會需要去寄包裹 或是寄卡片嗎 顯然是很少的嘛 但是我還是有這樣的需求 那該怎麼辦 那我是不是能夠去想到一些替代的方案 那我們去寄包裹的時候 是不是都會常常去便利商店 我們去Seven啊 去全家寄包裹 宅集便 沒有錯 那你在去寄包裹的時候 是不是就可以跟Seven的店員 稍微借一下剪刀 甚至是借膠水呢 相信他們都不會去拒絕我們的 因為我們曾經就這樣做 那這樣是不是就可以省下買剪刀的成本 或是跟石油剪刀的儲存成本的呢 這就是一種想思考替代方案的一個方式 那我一樣達到了我可以寄包裹的目的 但是我卻不需要擁有剪刀這樣子的物品 那我的生活我覺得非常的輕鬆 超讚的 因為Seven到處都有 對啊 所以這就是一個思考替代方式的一個方法喔 所以極簡是讓我們練習如何去思考 如何去想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而且還可以突破思考的框架 超有趣的 再來就是第二件 你可以嘗試的直簡生活加練習 第二點是 嘗試一件你以前沒有做過的事情 怎麼樣如何去嘗試一件自己沒有做過的事情啊 去嘗試自己沒有做過的事情 其實是會比較是可以跳出舒適圈嘛 再來你可以去鍛鍊自己如何去適應新的環境 跟新的挑戰 這跟極簡有什麼關係呢 就像整理嘛 一般我們會覺得說 就是東西買來就是要好好的保存 就是它沒有用 我們也不能丟掉 這樣的話還是叫做浪費 所以現在開始你必須要去換一個新的思考方式 新的想法 你要把舊有的思維給拿掉 然後套入一個新的思維 但是這件事情容易嗎 不容易 需要練習 需要練習 那怎麼練習 那麼可能是先從 試著去做一件以前沒有做過的事情 然後去看看那個感覺是怎麼樣 會不會很可怕 會不會很可怕 會不會把東西丟掉很可怕呢 對 所以要去做一件就是以前沒有做過的事情 然後去感受那樣子的情緒 然後再來說 你要怎麼樣 學著怎麼樣去面對它 學著怎麼樣去處理它 那這樣的話也是有助於就是 在檢視你自己物品的時候 你可以有新的思考方式 也更容易想出一些替代解決的方案喔 那也蠻不錯的耶 那也蠻不錯的耶 然後check in嘛對不對 而且可能要提大一點嘛 因為會有戰利品要帶回來 所以一定不能裝太小了 難得說出國一次 當然要有很多戰利品回來 是啊 可以學著說 其實少少的東西 也不會減少去旅行的樂趣 再來是不脫運 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你不需要去花時間排隊等行李 拿行李 你可以直接 用自助的 馬上就離開這樣子 而且呢 它一個好處是 你可以直接去那個 用自動的check in 機器去做等級 不需要去用人工的 所以就不用排隊了 又花 又省下這個時間 非常的非常的方便 每次我們若蘇出國的時候 就只有我們 在那個就是 就是機器那邊操作完之後 就可以馬上去逛免稅商店嘛 嗯 然後要 到達機場的時候 馬上人馬上就可以走了 對啊 所以會省下很多時間 就是你的出境 入境之後 就是你不用在那邊 跟大家在那邊 在那邊等行李 就直接就可以出去了 就直接就去搭捷運了 就是很快很方便 多輕鬆啊 而且到達就是 國外之後 就馬上就開始玩了 馬上開始玩 不用去等行李 然後 因為 大家都在排等行李嘛 所以一旦就是大家都排完拿好行李之後 那時候人是最多的 你又要跟這些人去搶 就是 搭公共交通工具嘛 那很花時間 再來是不脫運的話 你要去哪裡 都不需要提個大碗小包啊 不會很重 可能一個背包 可能就到處 到處走 然後要去多 偏遠的地方 要走就走 不用說這請 我應該要先拿回去飯店去放 那時間又 又少玩了嘛 對不對 沒有錯 你不脫運 也是有好處的 也許你可能 可能沒辦法 期待太多的戰利品回來 但是你可以有更多的時間 去玩 那你也許可以嘗試看看 這種模式你是不是喜歡 搞不好你還會愛上它 但是覺得說那些戰利品 也許你也沒那麼愛了 反而是可以有更多的時間 體驗當下 在國外的生活 那不是更開心嗎 那如果還是覺得很困難的話 那我想要一個好方法 那就是說 假如說你這次去日本東京好了 那當然你可以盡可能的 盡你想要的 就是去買一些你想要的戰利品回來 那沒有問題 那下一次你要去嘗試 不脫運行李的旅行的話 你就可以去 那一次你曾經有去過的地方 那上一次你已經買夠本了嗎 那這次的話你就可以嘗試著說 那上次我都已經買過了 那這次我可能不需要買那麼多了 所以我就嘗試不需要脫運 我帶一個小的跟機箱就夠了 然後就去一樣的地方 然後去享受一個不一樣的感覺 就是同樣的地方 可是是不同感覺的一個旅途 那也是一個不錯可以嘗試的一個方法 你會覺得就是自己也可以辦得到 就是不妥運耶 跟著還蠻快的 就就是等當作是一個有趣的體驗 去看待就可以了 沒錯 這也是不亞於出國玩樂的一個朋友 有趣的體驗 對而且你在就是你要回國前一天 打包行李的時候比較不會那麼累 要回國之前在飯店裡面 就是要整理那些物品 衣服啦甚至佔利品也好 就會很花時間 然後沒辦法就是好好的休息 或是再多玩一下 但是如果你說你的行李很少的話 就很快就可以把行李給打包完成 然後就可以安心的就是準備回國這樣子 OK 那以上就是三個你可以嘗試的 極簡生活家的三個練習囉 OK 那我們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掰掰 掰掰 真的是 我們在錄像中 下個山上 牡蠍く 壁 就是 iso